大家好,我是Stan 5月即将出道的海部旗下Sauce Music的第一组女团的setup品 目前包括Sakura已公开了三位成员 但是昨天在公开第二位成员King Karam后 韩国歌大论坛同时出现了非常多指控King Karam霸凌 以及引起争议的很多照片 这争议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首先Karam是2005年11月出生 而被爆料的内容都是集中在中学时期 他在中学很有名 是排挤同学的加害者 喝酒抽烟是尝试 抢别的同学的钱 真的是个小混混 看到这种人出道真的很生气 他真的做了很多坏事 不只是欺负人 只要经过他身边就会被骂脏话 今天在学校同学们都在说 他到底有什么脸出道 他凭什么跟Sakura与King Karam一起出道 然后也被公开了一些引起争议的照片 今天怎么样 我当你的朋友吧 安盈你就玩你的留言吧 然后这是黑板上画着很多男女器官 做爱的样子 并且用英文写着 黑板前拍的照片 最后就是用手做了这个首饰的照片 然后也是有三位同学站出来 为Karam上传了澄清文 我是Karam同学 黑板照片Karam也是受害者 是被强迫拍的 我记得Karam是很善良的孩子 看到这些谣言很傻眼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们发现 在照片一样的位置都有一个黑点 就是镜头没有擦干净的时候 会有的那种痕迹 而且字体也差不多 毕业相册背景也差不多 擦一下相机吧 然后最起码一个要用左手写吧 唐文字体是改了一点 但是数字怎么办呢 写2跟4的方式一样 而且字也太大人字体了吧 他的朋友不应该是18岁吗 最近孩子们谁会那样写2 大家都在怀疑 这三个都是同一个人上传的 而目前海捕正式发出立场文表示 最近提出的疑惑 是该成员在中学时期 与朋友们发生的问题 巧妙的剪辑后 故意抹黑该成员的事项 跟部分主张的不一样 透过第三者确认 该成员在校期间 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并且该成员也没有 在其他公司当过练习生 对于即将准备出道的 未成年成员的人身攻击等 会采取法律制裁的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公司只是说确然霸凌 所以这些照片都是真的了 这个时候是没有想要做艺人吗 要当爱斗的人 怎么能留下这种照片呢 Sakura跟Kim千万和云记有什么罪 还没出道团体就被骂 出道了应该也会被性骚扰的 还不应该是都知道了吧 为什么还要让他出道呢 难道是能力非凡吗 这种人如果走可爱阳光的风格 跟粉丝们说谢谢 就觉得非常恶心 所属公司就算破费 也要排除他重新整顿一下 后再出道比较好 螃蟹是受到什么诅咒了吗 以前做的女团也是出事毁了不是 连过去都不看就选了吗 怎么一做女团就发生这种事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最近造假太多了 不能随意相信 之前SPA的时候也有了很多谣言 在有明确的证据之前 还是先保持重力 对于海埔新女团成员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她到底是谁 我现在会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大家要在三秒钟内猜中 她是谁 答案是P 请 大家都猜对了吗 其实猜错也是能理解的 因为很多照片都是 正面看的话像P 倒过来看的话就是请 倒过来看的话是P 正面看的话是请 正面看的话是D 倒过来看的话是Q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